鬼祷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但他这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要去夜店的时候 在检查证件的时候被挡下来 因为他的那个证件上面的性别 看起来跟他的外表不符 可是因为这个夜店是他以前去过的 所以他还带朋友来 就在门口的时候他就被挡下来 夜店的人就对他不是很客气 然后还叫他黑boy 就他明明是一个女神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影片po到网路上 虽然说那个店家后来是有道歉啦 就是说我们就是只是为了要确保 什么每一个人的安全啊 尊重各类文化 种子性别平等这一些的 那Melissa把影片放到网路上之后 其实很多台湾人去跟大家道歉 就是说其实台湾人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件事情我想讲的是 就是因为Melissa说 她其实很失望的是 她觉得台湾应该是 全亚洲最友善的地方 而且她以前来的时候 其实经验的都很好 她没有想到这次来一个 她自己去过的夜店 竟然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还有朋友在 我是觉得感觉一定不是很好啦 那其实台湾当然有 整体来讲是非常的友善 但是一定会有这样子 有一些人可能不了解 她可能对这件事情 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是还是觉得很 对Melissa感到很抱歉 那我希望每个台湾人都可以 多去了解不一样的人 这样子 对 多花点时间了解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在台湾的好处是 我们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学习 然后我们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认识不一样的人 那就把握这个机会这样子 好 那就希望 那个Melissa还可以再来台湾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 然后Enjoy台湾 ZC派对是一个让大家脱掉内衣 轻松hang out的地方 来聊聊一些真心老毛 真心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Kim aka Z教授 大家好 我是金奇律师 aka 立伟落选人 我们都是落选人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Green Party Z色派对 这是一个我们的特别系列 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我们会找在这个性别光谱上 不同位置的人 然后来一起来聊天 那要聊什么 我们会问他们一模一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会预设说 是不是哪一种性别的光谱的人 跟另外一种人很不一样 像比如说Gay是不是跟一男超不一样啊 或者是女童跟一男超不一样 为什么一直拿一男当把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说不定我们这些一样的问题 问下来之后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没有这么不一样 或者是其实 哇塞 大家的大脑真的是长得不一样 We don't know 对 那我们的问题会针对 性跟认同 跟亲密关系这三个方面 透过这些访谈 然后让我们可以了解 跟你不同位置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经历他们的人生的 但是必须要说 这些人也只是我们 从这个性别光谱里面抽样的人 他也不代表是整个群体 我们终于请到了 就是我们在光谱系列当中 问每一个位置的人都说 好像很可怜的异性恋女性 所以我们今天来 请到一个异性恋女性的代表 来聊聊她的自我认同 还有性的部分 欢迎失婚妇女秋寒 美乐妮 耶 秋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失婚妇女秋啊嗨的美乐妮 です 我们之前的来宾都觉得说 异女好像很 就好可怜 很可怜的 大家都说 异性恋女性很可怜 每一个结论就说 你觉得就是性别光谱的哪一个角色 比较辛苦的这样子说 异性恋女性 我们就真的这么可怜 大家的印象没有错 对 然后就是一直不断被异性恋男性伤害 他就说真的 他就觉得自己是被诅咒的异性恋女性 因为他就无法转换跑道这样子 所以美乐妮的节目主要是在讲你离婚之后的一些成长跟心路历程这样吗 对 因为我的节目一开始为什么会开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脱离了一段六年多的婚姻之后 你就觉得 就超爽啊 离婚这件事情太爽了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避而不谈 然后而且大家为什么不敢离 而且因为我离完以后就发现 我根本就是从一个龙中鸟然后终于飞出来了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多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节目直接来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需要离婚 以及你要怎么离婚 美乐妮是不是有一本书也是在讲 对 就是我的同名专辑 是婚妇女就嗨嗨 这本书大概就是从我30岁是一个少女 很想要期待结婚这件事情的心情去写写写 然后我真的就进入婚姻 然后在我婚姻里面发现 这件事情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忍下去 因为婚姻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很 向往的事情 而且结婚我以前觉得就是要一辈子 然后那我在这当中我又怎么样去 经过了层层关卡 然后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婚 就是一些心境的转变 然后到现在40多岁的我是怎么想的 大概就是从一个30到40的心路历程 然后就是可以希望给一些 还没有结婚的人一些借禁 然后给一些在痛苦的婚姻当中 挣扎的人一些勇气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 那个中年失婚妇女这样子 虽然我是在30岁的时候失婚 然后 超我超羡慕的 就其实我也觉得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虽然当下非常的痛苦 然后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不要乱结婚 对没错没错啊 基于美乐妮就是走一个这个路线呢 或许她的就是异性恋女性的这个成长历程 可能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啊 那大家就听一听我们从牵筒抽出来的这一支这样子 好的那还是不免俗的想要先知道一下 异性恋女性是怎么样长成的 所以我们想知道你是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还有性倾向 性倾向 OK我从小其实 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在班上就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 我觉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就觉得 哦我很喜欢男生呢这样子 那你喜欢他什么 没有我就觉得他帅 我就很肤浅啊 笑说哪有喜欢他的内涵 没有 他真的帅吗 你现在长大回头看他的照片 以前啦 我当时就是觉得 班上有一个男生帅帅的 这样然后我就很喜欢他 那时候有听过什么异性恋这样子的词吗 我们当年没有啊 就只是一般的你也就觉得很正常的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对于同性恋这种事情 大家是觉得他是错的嘛 所以就算班上有同学可能是同性恋 我觉得他们也还在发觉自我或者是他们还是在印象自我的阶段 当时的你其实也都不知道有这些其他的可能性嘛 对 你就只是喜欢这个男生 对 因为他很帅 对 就如此肤浅 对我到现在也是一样 好哦 所以当时就意识到自己是喜欢男生的 对 虽然不一定会有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 对 那你最常听到对于异性恋女性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就是阿信啊 OK 就是没错 就是跟其他的来宾说的都一样 那你有跪在地板上擦过 对 就是擦过地板吗 我有 我有 我常常跪在地板上擦 而且还就是我连以前那个怀孕的时候大肚子 我都还用那个很臭的消毒水来跪在地上刷浴室 是你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 还是你觉得你被要求 我觉得要那样刷才干净 对不起 为什么不是你前夫刷 因为他不想做啊 可是我觉得很脏 那个必须要有一个人做 家务是属于看不下去那个人 没错 当然真的是 就是谁看不下去谁去做 所以就是除了像阿信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唉 我觉得女生啊 我真的是叹了一个气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是活在那种大男人主义下 被欺压的 所以真的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会怎么样感觉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从婚姻里面来讲好了 大部分的直男他们还是会承接着上一代的那种想法 就是觉得他就是很大男人 如果一旦结婚这个家就是以夫为尊 OK 那比如说家事我做了 我叫做帮你 那小孩我雇了 我只要是雇的比我爸爸多 我都是对你的这些仁慈 就是好爸爸 这些其实都是你该做的 他们就会觉得在婚姻里面 这些所有的家务小孩都是女生应该要做的 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容挑战我 因为我就是家里的权威 我觉得我自己啊 不好意思 那你对于光谱上的其他人啊 比如说义男 除了你的前夫以外的义男 有什么样的印象 就是不要自以为是跟很无聊 很无聊吗 很无聊是说 对无聊啊 因为他们比较不懂怎么样去找话题跟人家聊 或者是他们就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比如说像当兵这种事情当完以后就讲一辈子 所以除了真的很爱讲当兵 真的你有观察到这个是 还有什么义男的印象 我知道为什么说他们无聊了 因为他们永远在讲他们自己想讲的东西 他们不会去觉得 你喜欢听什么我来跟你聊什么 所以当然就会觉得无聊啊 所以异性恋男在你的印象当中 就是比较自我中心 然后讲话比较无聊 因为他们就是聊他们自己想聊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 而且他们会 他们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不容挑战我 对你不能质疑我 然后一定要以我说的话为主 如果呢我们的听众当中的异男 就是你们行进并不是这样的话 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你对男同志的印象会是谁 男同志的印象就很开心啊 很开心吗 他们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族群啊 就是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然后别人跟他们在一起也很开心 嗯 好啦我也是有认识蛮无聊的男同志啦 但就大部分好像我们看到都蛮开心 那女同志呢 女同志好 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很冷静 就他们都会在比如说别人在旁边干嘛 他们就会冷眼旁观这样子 对 我对女同志的印象是这样 那你对双性恋的印象是什么 双性恋的印象哦 其实我本来是要觉得双性恋好像比较占优势 因为感觉就是两种性别他们都可以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会比较压抑一点 就如果他们是跟 比如说一个女生他是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好了 但是其实他如果内心就是对女生有有欲望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在某部分上其实要很压抑的 所以不一定是好事啦 对啊而且就是大家都说你们市场大一半 但找不到的还是找不到哦 对啊 对啊 真的 谢谢 真的 就是双性恋不要在大家以为他们就是市场很大 因为就是我很常遇到很多双性恋的时候 完全找不到伴侣 嗯那请问你跨性别者的印象是什么 跨性哦 跨性就是很勇敢啦 我觉得我也印象到其他的 我觉得就真的很勇敢 对啊 因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辛苦一点 对啊 而且要从认识自己 然后或者是他们要跟家人解释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是很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身为一个异性恋女性 你有排斥过自己身上的什么特质的经验吗 没有耶我只是从小就一直觉得月经很麻烦 哦 真的很麻烦 而且因为我会经痛啊 哦 是 然后所以你知道我怀孕那几个月 我就觉得哇这几个月都没有月经耶 好开心耶 这样子 我在怀孕有别的坏处啦 但是我觉得光月经这些 我就其实有点期待停经 对最近我很常听到就是身边怀孕的朋友 或者刚生的朋友 他们都真的觉得 怀孕那十个月没有月经超爽的 对 就是你就不用经痛 然后你就不用那边下面一直撕哒哒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严重 可能那几天都会不舒服 然后现在老了以后 经期越来越短 因为快要停经了 就大概只有一天 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就是要 因为这样不舒服 其实真的很烦 而且我现在又没有要生了 那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哦 尤其是像我是经历了个离婚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目前离完婚以后的人生 真的是无欲无求 我觉得完美 然后有经历过这段婚姻 然后的这个觉醒 现在就是非常的无欲无求 很快乐 对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有啦 那你觉得你喜欢自己吗 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而且我会离婚也是因为 我不喜欢婚姻里面的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 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觉得我非常压抑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没有自己 而且他已经 他没有对我有身体上的暴力 但我觉得他其实对我构成 身上的暴力 那时候就觉得 对我就是要做一个 他心目中的好女人 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是有点 你知道痴心疯鬼打墙 就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可是后来 有点自我觉醒以后 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这样 就这不是原来的我啊 好 我觉得非常的励志 因为虽然在光谱上面 不同位置 都可能会在不好的关系里面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异性恋女性觉醒的 很好的一个故事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那些枷锁 一个婚姻 一个异性的婚姻 应该要长什么样 一个男性长什么 女性长什么样 这些枷锁 把抛开 对啊 抛开之后呢 我们就写下来 那要回到自己 就是你爽吗 你不爽啊 真的 不爽那为什么要一直要这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这个 大约特约的部分啦 开车咯 那这个信 对 大家都最喜欢这一旁 我们讲到信的部分呢 再次的把方向盘 交给我们的老司机 今天扮演成一颗大树的Roe 交给你啦 没了你的车速比我还快 好不好 逼啦 走走 但是说实来 我运气比你好 是不是 好的 开车咯 来咯 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 每个你说 讲到信 你第一个 联想到什么 任何东西 欢愉 欢愉 对 非常正面 但这个问题 如果是在婚姻关系中的女 我问你信 你第一个联想到的会是 枯燥 真的 枯燥与欢愉 直接是相反 不快乐的婚姻 对一个女人带来什么 对啊 我觉得就是 你在哪个当下 你想到那件事情就是那样 就是你知道 以前在婚姻里面啊 我真的觉得 做爱这件事情是做功课 而且就会变成跟发三姐奖金一样 就是一年三次 你们还要结婚吗 大家 你也会有性需求啊 我都用玩具 你就是你宁愿用玩具 你也不想要用她的机机 用玩具没有情绪负担 很棒 而且我也不用去取悦她 真的 因为玩具这个东西 也应该是长大才知道 对 那你小时候 你最早对性的印象是 是怎么样 性知识 对啊 我在那个小学 我忘记几年级 好像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我妈就把我叫到她的房间 然后她就要教我 真的哦 对对对 她就教我说 你就是女生的下面有三个洞 然后我就说什么 小学三年级十岁 你妈很少耶 对对对 我妈就开始跟我讲了 然后她就说 对就是第一个 前面那是尿尿的 然后后面那一个是大便的 然后中间有一个就是 我有点忘记她那时候的说法 但是可能就是阴道什么之类的东西 然后她就说 那就是如果以后你会跟男生 做爱 中间的东西 就是会跟男生 做爱的时候用的 所以像做爱之后 你们就会生小孩 妈妈是这样讲的 然后还觉得 哇我会举一反三 然后就跟我妈说 所以你跟爸爸做爱两次咯 然后我妈就觉得 我妈就觉得 OK性教育教完了 然后把我赶回房间 这样 她就觉得她讲完了 真的 但她也没有跟你说 就是年纪小的时候 先不要跟男生 这个做爱 有 我妈有说 要结婚才能跟你家做 她说男生都喜欢 她女生是处女 我妈有这样跟我讲 那你有把这件事情 记在脑海里 有 我就觉得好 知道妈妈说 记到18岁 我记到18岁 我记得 太好了 我刚刚内心一阵恐惧想说 该不会前夫哥 前夫哥 就是记到18岁而已啦 我想说妈妈那样讲欸 啊 算了 所以那妈妈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你会觉得性是一个正面 还是负面的事情 我那时候没有觉得是正面 还是负面 我就觉得我要谨记 我妈妈的教诲 OK 就是女生的 女生的处女模很重要 就是 就是这种观念 真的喔 然后就是妈妈给我的道德观很重 哇 虽然我们要证明一下 她叫阴道观 但是 我觉得 哇很神奇 就是你妈这么主动的 跟你讲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给了你 非常刻板的 就是异性恋女性 会获得的一些性知识这样子 喔 我记得 我念国中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言情小说啦 OK 喔 那个年代的言情小说 也很活辣 非常的奔放呢 对啊 都是从 但我觉得以前的东西很奔放 那你觉得那些言情小说 有给你正确的感情观吗 看来好像是没有 当然没有啊 我一直到30岁的感情观 都是错误的啊 真的欸 真的是怪怪的呢 所以那个要 矫正怪怪的感情观 赶快来听这个 梅乐妮的podcast 没错啊 没错没错 所以你说你18岁的时候 就是抛弃了妈妈教诲这样子 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交男朋友啊 真的是大一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 对 我就大学一进去没多久 然后就被学长拔走 学长本身就有经验嘛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 不然我们来做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很纠葛 想说妈妈 妈妈说 妈妈说不可以 要留到我们结婚 你难道要娶我妈现在 那你有讲出这句话吗 没有 OK 男生就是觉得很想要 然后你知道浓情蜜意的时候 就觉得虽然没有经验 可是我好像也想要 你还是会有那些性冲动啊 然后所以就做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做 还不太舒服 然后好像到第二次第三次 我才开始觉得 有一点舒服 OK 那你那时候做完的时候 有觉得非常的罪恶吗 就是啊 我竟然没有听妈妈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 然后但是又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我觉得很多想法 就是会在脑袋里面去 自己跟自己对话 那你有得到愉悦吗 我觉得没有到愉悦 但是你就会发现 那个抽插好像是还蛮舒服的 OK 但是那时候根本就不懂 什么是高潮或者是什么东西 你只是觉得好像蛮舒服 那你就接受它了 所以至少在这个过程 它有让你觉得你是受尊重的 然后两个人是彼此互相的 那你自己第一次自卫是什么 哦那蛮小的耶 国中 国中好像也不算很小了 国中很不小耶 有一次 对我就是有一次洗澡的时候 然后就是用那个 又是脸蓬头 对啊 然后又从 脸蓬头就搭的启蒙耶 脸蓬头是谁发明的 我们还分享给他好吗 这个东西太棒了 然后就发现 怎么弄到那边的时候 那么舒服 怎么会有一个很奇怪的 舒服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越来越舒服 越来越舒服 然后就说 等一下这是什么 然后才发现 原来这样玩很好玩 哦 真的是脸蓬头 是因为我们访问很多人 大家知道是从脸蓬头开始 这个发明太伟大了 你有跟不同性情相的人 就是亲热 有 我以前 比如说去夜店玩或干嘛 然后喝了酒之后 反正就会跟女生亲来亲去 喝完酒以后 你就觉得哇 这个世界都是peace and love 然后就是看到谁 我都可以亲 我就是在那个状态之下 所以没有跟异性恋男性以外的人 发明没有耶 哦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还蛮喜欢调的 所以我就比较没有 对女生的器官有兴趣 那你会看A片吗 我会耶 那你有什么喜欢的风格吗 我不太喜欢那种太粗暴的 我不喜欢 你还是喜欢温柔 浪漫 对对还是要浪漫一点 那你会看那种男性视角的A片吗 就是有一种A片它是 男生基本上不大会出现只有女生的身体 那种我也 假装是拍他 他看到的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女性像的A片 可是我觉得很无聊 太慢吗 就是对太唯美了 又太唯美 然后两个人又没什么交谈 我想说 这样你们做为什么不讲话 我很喜欢在做的时候讲话 就是我话很多 要讲什么 你至少要说什么舒服啊 你说就是一些浪漫的dirty talk 对可是我就是我看的那个女性像A片 她太安静了 就只有在那边 嗯嗯啊啊之类的 对而且那个音音又非常的闷横 我想说就跟我的style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有点看不下去 然后就觉得妈呀我好像是喜欢看男性像的A片 那对你来说性感 你会怎么样去描述性感这件事情 我觉得性感这件事情可以跟自性连在一起 就是不是一些世俗下面觉得她是很漂亮或是很帅人 但是如果她是一个没有自性然后干干净净的 干干净净 就是说外表吗 外表 不可以不可以 胡渣可以吗 胡渣可以啊 就是但是你要 是整理过的 对对整理过的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 就是你只要整理的干干净净 然后你是一个很有自性的状态 我都觉得那都蛮性感的 所以你在这个性关系里面你最重视的是什么 性关系里面我觉得最重视的应该还是 我觉得还是要情感交流耶 啊真的哦 对所以你性跟爱是没有办法 我性跟爱可以分开 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想要做 我可以就是跟一个人一夜情 那我就是享受那个性的开心 但是我跟这个人可能就是约一次两次 然后但如果我觉得跟这个人要比较多的 甚至就是一个顾炮关系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情感 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去约炮约要晕船 晕就晕啊 要晕打炮才爽啊 我都这样跟大家讲 好最后你觉得完美的性生活 或是完美的性应该是要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就是有感觉到很多的交流 这个交流可能是身体的交流 或者是一些情感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要 都是有做足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很很完美的性 对 但是分钟数不能太少 还是要有单数 有那个最低时数限制吗 至少要10分钟15分钟吧 不是 我这个标准已经很低了 那是交流 总体交流时间还是 总体不行不行 抽插时间 OKOK 整体交流要啊 前面还是要有前夕 然后后夕也要抱抱那些的呀 总体交流时间10到15分钟 要一个小时 然后中间的那个关键交流时间 大家要15分钟 对 这就是一个台湾人平均嘛 我也没有太要求吧 好 那这个很感谢美乐你跟我们分享 她的自我认同跟性的部分呢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集 我们要来聊她的亲密关系 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多有关于 潜伏很恐怖的事情 跟她现在如何的这个 快乐的放飞自我 快乐的小鸟 好啦 记得要回来听咯 拜拜 好 今天的拜拜下室 性生活不美满能怎么办 性生活不美满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啊 所以你可能要先想一下是怎么样的形态 我觉得最主要应该还是两个人要沟通吧 对啊 因为不美满有很多个可能性 或是可以一起去上一些课程 像比如说有一个课程叫义务梗色 他们有办蛮多的 对 而且我觉得也要看就是 是两个人关系还是很好 只是性上面没感觉了 没心意了 那你们可以两个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 可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其实很多女性 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恋 你对这个人有意见 可能你在生她的气 还是你其实对她没感觉了 或是就是那个情感 因为情感出了问题 所以它会表现在性生活上面不协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要往回追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不想跟这个人有性生活 没错 而且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 或者是你真的觉得没有舒服 你一定要 对对对对 你们都已经都到这个地步了 然后你这样这个还没有办法沟通 我觉得 对啊 而且性生活不明白 还有可能就是两个人一直狂尬 两天一次 可是其中一个人就觉得不舒服 有可能 那就勉强 这样子也不好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自己 不要为难自己 对对对 然后好好沟通 如果真的不合适的性 但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 你们也可以沟通协调 就是 我不知道 性外包 性外包 其实也是一个做法 就是你们自己巧好就好了 知情同意哦 不是说 只有你 可以 你不能自己跟自己对话说 嗯我知道了 我同意这样子 这不叫做知情同意哦 知情同意是要跟另外一个人 沟通的 好 那就祝福大家都性生活美满 拜拜 拜拜 Party is over Get out Tiger 张蕊撩 嗨 你刚刚参加的是由 鬼岛之音举办的 Z色派对 派对主持人是 张竹琴与李金奇 制作人是 颜瑞莎 简介与混音是 林迪诺 简直是 Emily Y物 和叶阿婷 喜欢跟我们一起开趴吗 那赶快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一起狂欢 别忘了要在你的Podcast App 按下订阅或追踪 下次开趴的时候 你才不会变成边缘人哦 假如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那拜托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 如果你对今天的派对内容 很有共鸣 疯狂点头 也欢迎你追踪鬼岛的IG或脸书 并留言给我们 有话大声说 也是一种女力或男力的表现哦 那我们下次派对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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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